今天呢我们回到这个十字军远征的主题 因为上两节我们主要讲了一下当时在这个中东 或者是在这个阿拉伯的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个文化和传统中的这种奴隶制的情况 但是这一节呢我们回到这个主线 那么主线呢就是十字军远征 我们以前呢已经讲到了第二次远征呢 实际上呢最后呢是这个结束以后呢 上是一个失败这个失败以后呢 这个萨拉丁呢就是他的势力呢就是暴涨 OK他一下子对中东就是整个对这个对这个穆斯林的这一带 就是十字军国附近的完全掌控住了 然后同时呢在一场比较大的战役 1187年比较大的战役呢 在Battle of Hatton把这个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国王 这个王国给灭了灭了以后把耶路撒冷也给占了 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就是开始讲第三次远征 第三次远征的主要起因就是由于第二次远征以后的 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按照这个失败的角度是沦陷于这个萨拉丁 实际上呢是在这个1187年呢 这个耶路撒冷沦陷以后实际上不到三个星期 1887年的10月底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这个这个事情呢就已经传到了欧洲 三个星期刚一到这个欧洲当时的这个教皇叫做Pope Gregory VIII Gregory VIII就宣布我们要开始这个进行第三次远征 就是要把这个圣地给他抢回来 把这个耶路撒冷给抢回来 OK这是他的原来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第三次 呃实际远征的主要的这个这个动机 呃在这个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时候呢 实际上远征的时候呢 在这个呃欧洲的这些呃基督徒来讲啊 实际上他们远征呢只是打穆斯林 OK就是打穆斯林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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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皇就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宣传 把这个穆斯林描和描画的是这个呃就是 就是全都是恶魔的呃呃呃鬼魔妖怪吧 就是基本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负面 非常恐怖的这些敌人 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讲呢 这个穆斯林呢 在这个欧洲的这些基督徒的眼里呢 他是一个呃没有形象的敌人 因为他不他没有具体的人就知道这些人是他们的敌人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到了这个第三次远征的第一次 他们的敌人已经非常清楚 就是谁呢 就是萨拉丁 因为他是这个 又起这个第三次远征的主要原因 他是这个头号敌人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 等于是有这么一个标杆性的 这个敌人人物了 他就是魔鬼 他就是这个我们的头号敌人 而且呢 我们呢 这个打去打耶路撒冷的 主要的原因呢 实际上就是那个True Cross 被他抢走了 True Cross就是那个谁 那个耶稣呢 被这个上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 被这个萨拉丁给抢走了 这个对他们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这个大的一个损失 必须把它抢回来 所以呢 这个把这个True Cross 或者叫Take the Cross 就把这个抢回十字架 这个成为了第三次十字架远征的 主要的这个 这个标杆标志性的这个 号召号令 而这个号令呢 实际上就形成了 后来就是叫Cruzade Cruzader Cruzader就是远征军 Cruzade就是远征 这个词呢 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时候 才逐渐逐渐 才历史上才开始形成了 在这之前 第一次第二次 实际上我们管它叫Cruzade 实际上当时那些人 并不管它叫Cruzade 只是说go back to 就去这个这个 reconquered the holy land 那么这次 这个远征呢 和这个第一次第二次呢 有一个最大区别 当然第二次已经有这个有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国王来了 但这一次呢是三个国王一起来 OK 第二次实际上是一个国王 但是这次是三个国王 这三国王是谁呢 一个是King Richard of England 就是英国的Richard一世 一个是呢 法国的呢 King Philip二世 The second 第三个呢是德国 当时德国境内的Holy Roman Emperor Barbarossa Frederick Barbarossa OK 这三个国王当时呢是在这个一个这个欧洲呢 是是势力最强的三个王国 OK 当然这个三个王国上 你不能说是就是把今天把德国画出来 把法国画出来 因为法国还比较还比较稍微的边界 比较跟今天比较一致 英国比较一致 但德国那个时候实际上没有德国 他只是一个什么这个German Holy Roman Emperor 所以呢 这三个国王呢实际上就是一起出征 一起出征 所以这个第三个第三次远征军呢 又叫国王 国王的远征 OK 因为三个最主要的国王 你可以想象在今天世界美国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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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国家 什么什么这个几个国王一起亲自带着带着兵 就去打仗去了 而这三个国王里面呢 这个势力当时势力比较就是就是打仗最最牛的 OK 是那个德国的这个国王 叫Frederick The first Barbarossa 他呢实际上是德国的国王 也是这个Holy Roman Emperor 他呢实际上是在西欧当时呢 是最实力最强军事实力最强的一个一个君主 OK 这个Barbarossa这个名字大家听着可能都有点熟悉 Barbarossa Barbarossa是谁用过的 希特勒 记得1941年打苏联的时候 他的计划 苏联那天是 1941年6月22号 OK 那天是summer solstice 说起sustice 我们今天马上也到了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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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夏至就是就是他的地球的轨道上的太阳最靠北的那一天 换句话是日照时间最长的那天 这是希特勒发的对这个苏联发起进攻的那天他这个这个叫Operation Barbarossa上他就是以这个国王的名字起的名字OK 我们后边会看这个看这个国王后边是是什么一个结果好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这个十字架这个事呢稍微的在这里稍微讲一讲就是稍微打偏一点这个讲一讲这个true cross 这个十字架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十字架实际上是在基督徒眼里是一个最神圣的这么一个遗物最神圣的这么一个遗物一个遗物OK 那么这个遗物是怎么发现的呢实际上是在因为这个Constant EmperorConstant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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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帝就是那个那个东罗马不是西罗马的Constantin不是搬到了这个什么搬到一散步吗 搬到这个什么Constantin Nobel他的母亲呢实际上就是个基督徒他母亲叫HelenaHelena在公元326年的时候呢或者326年到328年这段期间呢他到了耶路撒冷就是他的母亲 然后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在那儿呢就建立了一个一个基督的这个教堂这就实际上这个ConstantinNobleConstantinEmpereConstantin上是转换成这个基督徒很大程度受他母亲影响OK他到了耶路撒冷呢就建立了教堂同时呢这个什么呢这个就发现了这个这个这个true crossOK这个true cross那么这个true cross呢实际上呢就是他就给通过一个miracle给reveal了 后果我们会讲这个miracle是怎么来的但是呢这个true cross他发现了这个true cross就这个这个耶稣用过的这个被耶稣钉上的这个十字架呢实际上所有的protestant就是新教都不承认的一般来讲都不承认的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真正的十字架的这个传统就认为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最神圣的一个物品的这个传统实际上呢基本是局限于天主教和东正教就是最早的早期的基督教那时候因为protestant还没有呢是protestant和那个是那个catholic和orthodox churchorthodox christian他们呢都相信这个true cross的存在 那好我们就是先再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海琳娜认为这个cross是true cross是真正的cross因为当时呢这个至少按照这个当时的历史讲的就是和耶稣一起上十字架的不止他一个人 实际上他旁边还有两个那两个人是是偷东西的盗贼也一起给盯上了十字架等于是把耶稣给当作一个common criminal当作一个普通的一个盗贼一样 因为尽管耶稣耶稣实际上是一个一个一个就是他们精神上不认可的但是他们和他各个盗贼一样三个人一起上十字架 所以实际上呢是发现了三个十字架就至少是这个这个海琳娜是发现了三个十字架 那么这三个十字架当时就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就这三个哪一个是盯耶稣的 这是在耶路撒冷发现的在那个挖掘当时上那个holy sepulch的时候在那底下那底下挖出来的 所以发现三个十字架我说这十字架一看有十字架是到底哪个是盯耶稣的 如果你那一个是盯耶稣那那两个显然就应该是盯那两个这个盗贼的 所以呢是盯耶稣的这个十字架当然是最有价值的 所以他们就拿这个十字架呢去他们找了一个这个什么呢 找了一个这个一个重病的一个女的一个重病的一个女人 这女人当时身患重病OK 然后他们就拿这个三个十字架呢一个一个的去碰这个女的OK 就碰着女的结果呢就碰到这个这个第三个十字架的时候 一碰着女的这病就好了 后来马上就决定这就是那个奇迹这个miracle 这个十字架呢就是真正的耶稣的十字架OK 所以呢这个十字架就是这样被被identified 被Helena identified OK 然后那两个十字架想象就不值钱就给扔掉了 然后同时呢还在这十字架附近还找了一些什么十字架上的钉子 最后他也给带走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大家用今天的科学和什么这个这个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来讲 你可以想象这个故事这里面的真实性有多少我们就放在这了 OK至少是在这个宗教里面这个是miracle OK这是就是就是basically it it disobey any law of physics OK 好 那么这个十字架呢实际上就在这个中东呢 实际上就是就就建立了那个holy什么什么这个这个sepulcher 就是那个耶稣埋的那个石棺的那个位置呢 就建立了不是建立了一个church吗 就一直在那这段时间呢就到了这个转眼呢就到了这个什么 这是公元三百多年对吧 到了这个公元这个也十一世纪十二世纪 那就到什么到了萨拉顿的时候 最后一次OK 被大家被认为的就是这个十字架在谁手里呢 在萨拉顿的手里 他攻克了耶路撒冷以后 耶路撒冷以后他把这个十字架呢就给拿走了 就拿到了大马仕格 这也成为了第三次这个十字架远征的一个原因之一 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想把这个卡回来 呃 当然这个事 这个这个呢实际上呢 就是说 从历史上来讲 这个整个的这个十字架 就这是最后一次被大家可以认为是被看到了 就是在萨拉顿手里 他那以后就是就再也没有见到 但是他的那个很多上面的很多小的那个小的那个那个碎片 OK 现在呢是散布于这个什么呢 全世界很多的这个教堂里面 作为这个这个神物留下来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所以很多呃比较有名的教堂 像那个Notre Dame 像什么这个什么披萨的那个打的主的那个教堂里面都能找到 都能看到有展品 那展品里面其中有一小块木头 或者一个什么 就是这十字架掉下来的 而这些所有这些木头呢 都认为都是按照他们的这个传说上来讲 都是这都是从这十字架掉下来的 在我们这收集一块 在那收集一块 其中有一块呢 在英国 OK 有一块在英国一个一个大教堂里 但是呢 这一块呢 在2016年的时候呢 科学家呢 取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sample 一个样品 然后做了一次这个现代的最最最先进的技术 用这个用这个碳同位素 做了一次dating OK 做了一次这个时间的这个预算 这一算呢 就发现什么呢 这十字架是在大概其公元十一世纪左右的木头产生的 OK 十一就是1100年 1000年到1100年 这段时间 但是回想起我刚才讲的什么 我刚才讲的哈利娜是300多年 那就说这个十字架呢 这个时间和哈利娜发现的时间就已经差了六七百年了 当然和耶稣死的时间差的更多 差了将近也差了1000年 那显然这个十字架 你如果现在就是question 就是说你是相信这个十字架的claim 这个这个这个木头的claim 说这个就是原来的十字架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是耶稣是公元11世纪被被上十字架 还是如果那个你不相信的话 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假的 OK 这就是假的 所以实际上呢 这个很多很多 这个现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市面上的这个 就是各个教堂里的那十字架 实际上你要是去一个个去用这个用这个科学方法 重新检测一下 很难说它都是真的 那么真的有没有 其实要我说很难说 因为海伦琳的发现的这个 是通过一个奇迹才发现的 你可以想象它这个 它这个这个这个可靠性有多高 OK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 这个十字架仍然是 这个这个这个 基督教的一个 非常的要必争的这么一个 一个义务 这一个一个这个这个 耶稣的义务非常非常重要 OK 这也就是第三次 这个远征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话题呢 转向这三个国王 先看 我们先谈一下 这个King Frederick Barbarossa 这个King Barbarossa呢 实际上呢 是这个 当时说了 就是德国那个境内的这个国王 OK 他呢 实际上这次远征呢 实际上是准备最充分的 最仔细的 最最这个 最个周密的这么一个准备 所以这个 而且他当时像在欧洲这个 呃 也挺能打仗的 所以他这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 因为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 在第三岁远征的时候 他已经66岁了 这个看不同的地方 有时候66岁 有的时候快70岁了 不管怎么样 66岁 67岁 在当时中世纪 这是一个高龄啊 但是这个这个老国王是亲自出征 准备出征这个这个 你可以想象从这个德国境内一直打到这个打的耶路撒冷 你看他有多远 在当时的骑着马 所以呢 他呢 为了准备这次远征呢 他花了这个很大的精力 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 第一呢 他要求呢 所有的远征军 OK 每一个人呢 出来钱呢 要要身上还要带上钱 这个钱当然是争来的 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要带来 带带上足够的钱 可以使他自己用身上带的钱去养活自己 for two years 两年 要自己养两年 就说带足够的足够的钱 这钱就按照当时钱是三个马克 我都不太清楚这三马克 当时是指一个什么定义的 anyway 就是说呢 他要带足够的这个金银财两 金银财宝吧 就是用用路上去花的 而不为什么他要这样要求呢 因为在前面的两次远征军 都是以抢为出名 两次远征军 实际上为什么使这个 Beyzentine的这个这些国王 对他们来讲是畏惧三分 因为他是一路烧杀抢 而他呢 就首先就要求咱们不能去抢 咱们路上要把用的吃的 什么用的 都是要自己花钱去买 OK 他就不想再出现 第一次和第二次远征军的那种 那种那种那种一路强盗的那种 那种把周边的这个欧洲的 这个其他的这个 这个基督教的这些领域 全都把人全给得罪了 同时呢 他严禁呢 这些这些这个十字军沿路呢 去抢犹太人的财产 因为过去十字军 也有这么一个 就是我们犹太人都是 跟我们不是信的一个教 那对我们来讲 抢犹太人和抢穆斯林差不多 所以建立犹太人就抢打打抢 那因为欧洲当时也有很多犹太人 所以这一点呢 他也明文禁止 就是不许抢犹太人 OK 所以呢 在1189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呢 他就出征了 他是第一个最早的 这三个国王里面 他是第一个离开了欧洲 OK 离开欧洲准备呢 从欧洲去这个 沿着陆地的路线 沿着巴尔干这么一路 沿着多脑河这一路 行军 那么第一站显然就是 又是康斯坦丁诺布 就是那个伊斯坦布 今天的伊斯坦布 他是第一个出来的 他带的兵呢 是这三个三活 就是三个国王的兵的这个部队的这个数量 他带的是最多的 他大概去步兵有12000到15000 OK 12000到15000 然后还有2000到4000的这个 这个这个骑士 骑兵骑士 他呢实际上呢 这个这个兵 他的部队呢 实际上是非常disciplined 就是非常这个 有组织有纪律 I guess就是有点像 那个后来的德国兵的那军队一样 比较有组织有纪律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他这个出来以后呢 就是熊啾啾气昂昂 就向着这个 向着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耶路撒冷就 就过了 过来了 他们的出发点 他们的狙几点 出发点在今天的 大概其实在今天的Munich 莫尼黑北边60英里左右 就是莫尼黑北边60英里左右 那么一个城 有这么一城 在那个地方呢 出发 OK在那狙击了以后出发 然后一起就沿着这个多脑河 就也流域这么一直 就往这个Constantin Noble开来 他呢是很有组织力 但是你要知道 中世纪那时候 既没有电话 也没有这个互联网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拜占庭的 这个这个皇帝 可心里不这么想 这坏了 又来一波 这个这个上一波 是已经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历史上 因为是离的时间 并不是很远 很多历史的记忆还在那 是烧沙抢 这么过来 这后来又来一波 所以他就知道 这帮人正在往这来的时候 他就赶紧先做准备了 那他先做准备干嘛 他先赶紧去跟那个 萨拉登秘密联系 说咱们俩啊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呀 本来他和萨拉登 还正在打仗呢 OK正在打仗呢 他说咱们 咱们先签一个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停战协议 然后我呢 掉头来呢 去打这个打这个去阻挡 这个这个这个巴布罗瑟 这帮人过来 因为因为知道 他也知道 萨拉登也知道 这个谁 这个这个爱萨克 就是这个 呃拜占庭的皇帝也知道 这个巴布罗瑟来 不是来打 康伞尼诺布 是来打萨拉登的 那对萨拉登来讲说 那我我帮你先把他顶住 那当然萨拉登原因 那好 萨拉登配 我不打你了 你去顶他 所以呢 他就他实际上 他就是在这个这个 这个瑞斯 就是瑞斯 就是今天的这个一 康伞尼诺布 或者伊斯坦布 北边那小块 土耳其北边 在欧洲内 那个那大陆 那小脚 在那一带呢 他就用各种方法 就去抵挡 这个Frederick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Frederick 巴布罗瑟的 这些这个十字军 把他们给拖了 大概是六个月 就他们在这个 那一带呢 实际上是行进非常慢 实际上被这个 被这个拜占庭的皇帝 用各种方法去拖 然后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到了17190年 就半年以后呢 他们还是到了这个 过了这个 康伞尼诺布 进入了安纳托利亚 就是进入了这个 亚洲这个大陆的 这一块 进入了以后呢 实际上呢 就那他碰到的 就不是这个 拜占庭的人了 碰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Turkish tribe 就是各 就撒拉登 他那手下的 那各种各样的 那个那个 那个土耳其的那些 那些游牧的 那些穆斯林的 那个那些 那些武装力量 就在这沿路 一路呢 是在这个袭击 各种各样的 这种偷袭 就hit and run OK 偷袭完了就离开 因为他们都骑着马 速度很快 你们抓不住他 你真硬 就是正对的 面对面的 硬碰硬的打的话 他们可能打不过 这个德国这帮十字军 但是他 他就是老在那 消耗你 沿路消耗 但是呢 在这段时间呢 他还是打了几仗 打了几仗小的小仗 就是在这个 土耳其的 这个亚洲这一块 在South Central Region of Anatolia South Central 实际上就是他的 沿着这个 沿着这个地中海的 那个沿岸南岸 就是地中海北岸 或者说是 土耳其的南岸 靠海的这一边 南边吧 上打了几仗 打了几仗的 上基本都是 以巴巴罗斯为 这个胜利为结束 打他消灭了 大概就打死了 这个几千 六千到八千个 这个这个 穆斯林的这个武装 OK 所以就是说 他的战斗力 还是蛮强的 但是呢 如果照这个趋势 他要一直一路往下打 一路就是 到到这个 到伊勒萨冷 还是完全有可能 但是呢 不幸发生了 一九零年六月十 十号的时候 他们在过一条河的时候 在这个 还是在安纳 安纳涛利沿着 那个地中海边上的沿岸 有这么一个河 叫Salef River 这个河的 这河就河流很急 结果这个 Federig穿着重甲 骑着马 怎么就从过河 这一下失足 就被那个河水冲跑了 给淹死了 然后还有一个 一个历史材料 说有可能 他在那个时候 突然发生了心脏病 在过河的中间 这也很难说 因为这毕竟这么长时间 他也是六十多岁 快七十岁了 所以呢 就死在这河里边了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在今天 土耳其的这个南部 还是靠东一点点 靠西一点点 就是离康 Santinobel更近 还没有完全 过土耳其境内呢 根本就没有到这个什么 他就死了 OK 等于呢 这个主帅 就给淹死了 还不是打死的 也不是病死的 被水淹死的 他的儿子呢 很年轻的儿子呢 也叫Frederick 就给接过来了 那儿子继位了嘛 就继续当国王嘛 所以儿子当国王 继续带着兵 往前走 但是这个后边 这个路就越走越艰难 因为还是在不断的 被这个穆斯林的 这个这个 这个势力呢 沿路在攻击 同时呢 他们自己呢 这个也是underestimate 这条路到底怎么这么长 因为他走的路不是直线 他永远是积轨软弯 那么走的 绕着走的 走沿那海边 这么走的 所以呢 然后呢就各种各样的疾病 饥荒也来了 吃的也不够了 然后出现大规模的拉力气 他的军队里面 那个时候也没有消炎药 没什么 很多的拉力气 那个时候 就是desentery desentery 就是那种 可能像今天 就像病毒性力气一样 那个力气拉起来 能把人给拉死的 OK 你如果那个时候 你要是没有相对应的 各种那个 那个补水 补营养 什么消炎 什么了 你把那种拉死 所以很多人拉力气 就拉死了 OK 拉死了 同时呢 这个这个这个 整个这个情况 就非常不好 然后就开始出现饥荒 显然带的东西也不够了 然后呢出现饥荒 最后他们连那个马匹 都给吃了 就是自己骑的马都吃了 几一万多人 两万人 OK 这么也 最后到了Triple 他们还是继续往前走 最后到了Triple Triple山 就是比较靠北 就是那个黎巴嫩那一带 在那个 在那个 地中海的那个 东北角的那拐弯那地方 有一个 就也是一个Crusader State 到那个地方以后 那是Crusader的地方 还剩五千人了 就等于是丢了一大半的人 OK 剩五千人 这五千人呢 就继续往南 就继续就往Aker Aker这么走 Aker呢 想再往南一些 我们下面会讲 这个Siege at Acre 这是在带什么 好 那么就是 回过头来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就是这是 当时是最牛的一支 十字军里 三支部队里 最牛的一支 他是沿着路线走 但是他的这个厄运呢 就是一过了 Constantin Noble 就是 就是一次 首先是主帅被淹死 然后被阻断的袭击 疾病也来了 疾恶也来了 所以这个部队呢 这一支呢 就是这个 德国人的这一支部队呢 实际上是 Sladen 最恐惧的一支敌人 因为他知道 Barbarossa战斗力很强 他知道这个 Federich Barbarossa 这个German Troop 这German Crusader 战斗力非常强 他最怕的就是这个 结果呢 最后结果的什么呢 就这些人上是最weak 因为他们连连连连连连连 还没有到中中一大半 就已经死掉了 而且到的那些人呢 也是这个 很多人又死掉了 很多人也就半路就折回去 就回去了 所以到那时候 这些人已经是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已经是这个精疲力竭 晕头乱象了 所以想起来挺有意思 就是希特勒 为什么要用Barbarossa这个名字 作为他打俄罗斯的 打苏联的这个代号 Operation Barbarossa 因为我们看一看 Barbarossa干的事情和他的这个 后面发生这些事 首先他对犹太人不错 OK 但十字军远征出击的时候 他明确规定就是不要去 去袭击犹太人 对犹太人不错 这个显然不是希特勒 这个的特点 或者是希特勒 associated with 其次呢 这个这个这个Barbarossa呢 这个十字军远征 实际上他一半的路还没到呢 可能将近一半吧 就这么稀了糊涂 就死在半道上 这个整个这个mission 就根本没有complete 就是他要做的这个十字军远征 根本就没有完成 就人就死了 所以你想想 这都是不祥之兆 你要从希特勒来讲 你选这个名字 你的意思是不是打到 打到这个苏联打到一半 你也会打死啊 特别造的后来历史 大家知道 这个打苏联是他的一个 一个这个 从这个 从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最牛逼的 德国纳粹兵 最后到最后 彻底灭亡 实际上就是因为 他打这个苏联 ok就是因为他打苏联 所以这个希特勒 对这个 对这个Barbarossa的历史 这段期的历史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真正的了解 ok至少的起 因为在这之前 Barbarossa在德国 那一代还挺有名的 一个君主 好 那么我们下面 把注意力 再转到另外两个国王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英国国王 一个是法国国王 英国国王呢 当时要去的 这国王叫Henry II 还不是那个 Henry II 还不是Richard Richard是他儿子 Henry II 和法国的Philip II 这个Philip II 也是法国国王 这个人上就是 谁是那个 那个Philip 是那个Louis XVI的 那个Louis XVI的 祖先了 Louis XVI 我在法国大革命的里面 讲到那个Louis XVI 是Louis XVI的祖上 就是那个Philip II 他呢 这两个国王呢 一个从英国 一个从法国呢 准备出发 而这个英国的 这个Henry II 和Philip II 这两个国家呢 当时呢 正在打仗了 实际上这个英国的 这个 有一部分是在法国的 那个境内 当时也属于英国的 领地 正在1188年 两边正自己 跟他自己掐呢 掐着掐着 突然说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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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去 实际远征 那干脆 咱们别掐了 咱们去打他们算了 所以两个人 就是为这个呢 就把他们的 这个 瞪在自己 互相抢夺 这个地盘的 这个战争呢 就结束了 然后 连几手来 准备一起去打 这个 Sladen 打这个 在中东的Sladen 所以他们两个人 各自呢 就在他们的领土内呢 就开始征税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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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嘛 这个税呢 就叫Sladen 就是Sladen 税 OK Sladen 税 你们这些公民 OK 要给我上税 用 我要收这个钱 我要准备去打 这个 打这个 异教徒 打这个 这个 伊斯兰教 而这个Philip 第二呢 实际上是 Louis the seventh 的儿子 OK 就是第二次 远征军的 那个 那个 带着那国王 是Louis the seventh 所以那个爸爸呢 是这个第二次远征军的 然后呢 Philip the second 是他的儿子 这所以第三次 是儿子来的 第二次是爸爸来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 但是呢 这个 这个Henry the second 就是英国的 这个国王呢 还没等远征军 还没等开始 他刚跟这个Philip the second 商量好了 要出军 结果呢 在1189年7月份的时候 他就死了 OK 就死了 他死了以后呢 他儿子就接过来了 这个儿子呢 当时岁数并不是很大 叫Richard 这个Richard 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 The Richard The Lionheart Lionheart就是 狮心 狮子的狮 心脏的心 狮心在这里意思 就是说这个人 非常勇敢 善战 非常厉害 OK 他呢 他呢 就等于这个Richard 呢 就Richard the first 应该是 他呢 和Philip the second 两个人呢 就联手 OK 继续这个准备 第三次远征 所以呢 这个同时呢 他们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Richard呢 同时也在这个募捐 因为他远征需要钱嘛 这募捐 他的募捐呢 就跟那个Barberosa 就不一样 他就比较野 他就开始这个什么 就抢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财产 在他的领域内 有很多有钱的犹太人 就被他抢了 OK 然后呢 同时呢 他也是对这个 对这个 这个他的领土内的 很多的平民 就是征税 征很高的税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然后这个 把 而且把他的那个 下面的一些官位 职位 用高价呢 就卖出去 拍卖出去 卖给这些有钱人 因为用这个钱呢 就等于你 你能当我这个官 我把这个官 官位卖给你 把这钱收来 也是作为这个 十字军的这个远征的 这个运营成本 所以他是这么敢 他这人做事 就比较 比较狠 OK 在190年11月份呢 我们看 我们下边会看到 这Richard 非常非常狠的一个人 190年11 7月份 190年7月份 这两个国王呢 就一起带着他们的部队呢 就离开了欧洲 OK 但是他们 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方向 一直从法国的里昂 法国的里昂这个方向 进入地中海的这边过来 而另一边呢 是从过这个什么英国呢 从英国的本岛这么过来 他是从那个葡萄牙 那个西班牙那个半岛 进入直布罗陀 绕过来 进入这个地中海 然后呢 这个这个法国呢 是从这个里昂呢 就也是在地中海 然后他们在哪碰面呢 在西西里 就是这两股势力 在西西里 聚集了 聚集的时候呢 是到了191年 这两股势力 当然这一路 实际上他们并不是说 整天就急着往前赶 而是到那儿就可能就住一段 到那儿住一段 西西里又住了一段 所以在这儿呢 最后呢 是到了一住了一段 然后到了191年 因为你想他190年7月份就出发了 怎么可能到191年才到西西里 所以在中间呢 他提前就到了 然后从191年 从西西里呢 就继续前出发 那看一下时间 你知道这是191年 OK 而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耶路撒冷 被这个萨拉顿给占住 攻破以后 被被被占领以后 那是什么 1187年 这两个已经相隔了四年 换句话说 实际上就是这个 这个萨拉顿 这个占领耶路撒冷以后 四年 真正的有生力量 这个这个十字军 才真正出发向这边来 好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 德国的巴伯罗斯已经死了 他的残部继续 在儿子带领继续往先 像他们是最早去了这个中东的 OK 最中东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英国国王和法国王 他们一共呢 他们的这个十字军呢 一共有四万五千人左右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 OK 四万五千 但是这四万五千人在当时呢 已经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军队了 已经是被斯拉登 已经大好多了 斯拉登应该是他的两倍的 斯拉登只有两三万人 这帮人有四万多人 将近五万人 所以呢 这个什么呢 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就看出来 还是从我们看出来 实际上这个这个这个第三次远征 又不是一个统一行动 实际上 当然他们两个人呢 是这个这个这个 King Richard和King Philip 他们两个人都是从西西里出发的 但是呢 他们实际上呢 出发以后呢 他们并不是同一个时间到 所以这三股势力最后到达中东 到达耶路撒冷 或者是到达这个Levant 这段时间都是分开的 第一个先到的是德国人 德国的那个残部 第二先 第二个道的呢 是法国的这个部门 他们是法国的这个这个部队 他们是做这个做船过去的 然后第三呢 才是Richard 但是你看啊 Richard和法国是两个人同时离开西西里的 为什么会会第三岛伤 我们后边会讲 他伤在中间 他还打了个岔 这个Richard和他的这个什么呢 Philip和他什么呢 是在191年的春天 191年的春天 就到了Aker 就是这个他们的船队 就到了很大的一个船队 从地中海直接就到了Aker 看一下Aker Aker实际上是离今天的 以色列的和黎巴顿交界的 靠北的那么一个港口城市 OK 是一个岸口城市 是在就在这个地中海边上 他们到那了 到那以后很快就进入了这个 这个这个围城的这个这个战斗中 而这个Richard呢 跟他是同一个出来的 但是呢 他他他这个到了这个塞浦路斯 看一下塞浦路斯是在 这个这个东地中央地中海的一个岛 OK 这个岛呢 当时呢 是被谁站着呢 是拜占庭的领土 拜占庭的江土领土 上面有一个一个一个小头 这拜占庭 江土内的一个小头 但是这个头呢 这个首领呢 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 这个这个听白战庭的话 而恰好的这个说呢 这个Richard 他的船队呢 在那地方呢 有出现事故了 出现沉船了 这个沉船就沉在塞浦路斯附近 所以他就是登岸了 这一登岸呢 他发现这地方相当不错 这地方相当不错 这地方塞浦路非常富有 OK 非常富有的 要很多resource 而且呢 这个地方呢 离这个 离这个Levant 离这个十字军要去的目的地 实际上已经很近很近了 因为隔着海并不远了 他呢 很快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 这当地的塞浦路斯当地的首领呢 就给抓起来了 他就把这个塞浦路斯这块地方 占为己有 就是我的了 然后通过一些婚姻 这里就不讲细节了 就等于呢 是把这个塞浦路斯这国土呢 就变成了十字军的国土 就给占了 你你现在再想想 他占的是谁的地方 他占的不是穆斯林的地方 他占的是拜占庭的地方 而拜占庭也是基督教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个十字军和拜占庭的关系 实际上是越来越紧张 到这时候已经 拜占庭本来就已经 对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紧张 这时候他把他土地都给占了 领土都给占了 然后占了以后呢 他迫使这个塞浦路斯上面的居民 每人交50%的税 这50%就是可能 我不知道这怎么算出来的啊 就是你基本就是 把你洗劫一空 你所有人都交税 因为他用这个税呢 再继续用这个钱呢 继续补充他这个部队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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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往前打仗的需要的物资 OK 所以呢这个塞浦路斯呢 由于他给占了 就变成了十字军 从欧洲进攻 这个中东 这个这个胜地的 这个中间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集结点 和一个物资控制 物资集结 人力集结和物资来源地方 因为他离得很近嘛 像就有点像这个台湾 离大陆的关系 离得并不太远 而这个岛呢 本身呢 就是这样一弄呢 就是从这个 从这个 Richard的占领以后 大概其被这个 Latin rule 被这个十字军的 这个就是 就是西欧的这个 天主教的势力 就占了将近400年 占了400年 所以这个塞浦路斯的文化传统 基本还是以天主教为主的 而Richard呢 在一一九一年六月份呢 就离开了这个 离开了这个岛 然后继续前行 也到了Aker Aker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那个 中东的一个城市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这个三国王呢 就出发了 那那下面呢 我们再接着讲 Aker的围城 我们再接着